那痴癖症的孩子 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在沟通上面 还有跟这个人际的互动 这上面比较不足 然后再加上他们非常的固着 所以他们在做手工罩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工作没做完他绝对不离开 所以想要问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外面的手工罩 有非常多的 是说口味吗 还是说他们的味道不同 那你们有没有卖个罪卡 还是说大家来到店要指名说 例如我要香茅 我要薰衣草 我要玫瑰 这种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针对中秋节 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 来 以示礼 西花好月圆 拿起来给大家看 西花好月圆 西花好月圆 代表中秋节团团圆圆 那另外我们有一个花果系列 来讲